好 接下來直接進到我們第二場賽事 是由Claude出戰白 由林毅中對上蔡俊白 在破碎神殿上做決賽 哇 這個Claude跟白其實已經交手過兩次了 不過呢 這兩次是由白獲得全面的勝利 哇 其實原本直接帳面上直接看 可能會覺得Claude略強一點 結果沒想到歷史對戰紀錄上卻是 剛剛彤彤說的是白贏過兩場 然後白在這個賽季跟Claude交手兩次了 就贏過了 就贏了兩場比賽了 好 我們現在直接先來看到選手的點位 首先呢 現在看到的是1點鐘方向 看到紅色的重組就是 勒根鋼鐵人白 蔡俊白 好 以及看到12點鐘方向 藍色的神組是橘子熊的Claude 林毅中 哇 這兩個在空中進點的一個位置 而且馬上就要被看到了 對 這個重組待會馬上就可以看到 神組不過呢 Claude這邊是選擇 待會應該是要下水晶 直接做一個冶鏈場的開礦 那這樣子做冶鏈場的開礦的話呢 我猜測他待會可能利用這個點位 二礦開出來之後呢 Claude這邊也有可能會來出一個 星際之門來做空軍的壓制 那白這邊是要10滴 早期的狗池的感覺喔 狗池放下去了 他又發現是這個點位 在陸地算進點嗎 運氣很好 他這個可能是原本就打算用這個招式 而且這個點位 注意喔 這個點位雖然是空中進點 但是陸地也是非常非常的近 再加上Claude是使用一個冶鏈場開礦 並沒有做早期的單礦讀口 所以現在Claude發現 Claude應該是看到那個狗池 要趕快來做應對喔 有點危險 現在Claude怎麼在發呆 還在等錢 現在下了冶鏈場 原來是錢不夠 但是冶鏈場下這邊你注意喔 神族的主礦並沒有水晶塔 也就是說神族的主礦 是沒有辦法蓋光炮的 這樣子白的第一輪狗 第一輪六條狗出來的話 如果他完全不知道會不會溜上主礦 如果溜上主礦的話呢 神族會有點麻煩喔 所以現在白已經開始在生 已經開始了 第一批狗要出來了 而且現在Claude是幾乎沒有防備能力的喔 好 冶鏈場好的 在主礦下的水晶塔 趕快下光炮 但是你看喔 他是在主礦下光炮嘛 那就代表 我在二礦的入口是沒有光炮 我還是可以把你二礦的水晶塔 還有冶鏈場咬掉 還是有稍微賺到一點點喔 因為遇到這種前期的狗狗快攻啊 沒有讀口 就等於一定要損失掉一些東西 對不對 他這個快攻 從族這個快攻的用意是 當然犧牲自己早期的一點點經濟 但是換到的是神族的 如果你要野電場開礦的話 神族的二礦 其實也沒有辦法早期開出來喔 所以那些 這狗怎麼走得有點慢 等牠很久啊 還沒有長次吧 對 等牠有點久 剛剛我們講到 這一個賽季喔 就是我們電競五年 卡羅里對白 白是交手過兩次 兩次白都獲得勝利 所以卡羅里在這一個季 這一個賽季喔 對蟲族的勝率居然是零 真的嗎 真的 非常的悲劇喔 不過現在這樣子 因為剛剛你可以看到蟲族 不是拉來自蟲開始 已經知道主礦有光炮了 所以牠的翼化蟲就不上去了 然後自己馬上開出二礦 但是現在工蟲的數量 還是卡羅里稍微多一點點喔 所以其實卡羅里還是有機會的 卡羅里在經濟上 是目前是比較優的 因為牠的工兵數量比較多 不過牠在前面調的那一個 野鏈場會對後面產生什麼影響嗎 主要是牠一開始一定是 已經準備的戰術是雙礦 野鏈場開局的雙礦的戰術 結果現在被迫要打一個單礦 也就是說牠在 一定要馬上臨場反應 選擇一個單礦的戰術出來 所以其實這也是一個 當選手必要的 除了已經準備好的套路之外 還要能臨機應變 在現場要馬上能做反應喔 所以那種遲除跟猶豫不決 是千萬不可以的 這也是即時戰略最有趣的地方 不過現在你看卡羅里的金礦收入 還有瓦斯收入 其實都略為領先一下蟲族 不過蟲族的待會的優勢是在於說 牠二礦開出來從來會比較多 好現在狗狗是進去尋說有沒有光炮 就是光炮沒有辦法防守到死角喔 是 所以我剛剛說了 卡羅里這個賽季對蟲族的勝率是0 不過大家記得在上一季的時候 由於蟲族很少 卡羅里也有碰過蟲族是百戰百勝 勝率是百分之百喔 相當大的一個落差喔 所以卡羅里在這個賽季呢 不能重拾對蟲族的信心就看今天這一場了 對 不過剛剛統統提到這個 對第一季跟第二季對蟲族的勝率 另外一個影響的方面是在於說 這個 有很多很強的蟲族加入 像SEN 十年加入 那導致其他原本在第一季 可能原本殺蟲很強的 到第二季 因為這些強力蟲族加入呢 那對蟲族的勝率就會稍微下降了 現在擺選擇的雙礦 然後轉一個早期的蟑螂壓制 這個探測機能不能夠看到蟑螂潮呢 快快快快 有沒有看到 加油 有機會喔有機會看到 快差一點差一點 哎呀非常快 蟲蟲人這麼好 欸對啊看到了看到 這完全看到了對不對 對看到了 那這樣子 不過現在Kroli其實選擇重新開下二框 他可能仍然是要 原本是自己二框戰術 仍然是想要使用 只是稍微延後一下 所以很堅持 一定要打原本想好的戰術喔 但是 把現在差不多27隻的工蟲 停工兵 然後開始全力在補蟑螂了 這要利用一個 蠻不算遠的一個點位 來做一個雙礦的蟑螂潛壓 那這樣子 待會Kroli的建築學如果不夠好 如果二框的光炮 沒有光炮或是 足夠的兵力來做防守的話 其實有一點危險 不過在這邊 剛剛你說到蟑螂潮 我就想到這一次1.4.0的改版 由於不朽的射成加一 所以其實蟑螂現在就是 相較之下就是趨於弱勢 如果Kroli可以及早發現 然後多出一些不朽 這些蟑螂應該是 完全不是對手的 對不過因為Kroli 他剛剛選擇的戰術是 單礦的三個傳送門的 少衛開礦 他就把瓦斯都投資在少衛身上 他就沒有辦法 你看他現在才剛蓋一下 機械製造廠 他的瓦斯絕對是來不及 來抵擋這一波的蟑螂 現在 要來了 蟑螂來了 光炮只有一個少衛 雖然有少衛 但是這個立場切 怎麼 這左邊這個水晶有沒有毒死 好像有毒 這個水晶片咬掉的話 光炮會停電啊 停電啊 不過呢 白這邊有一個細節 是他沒有拉一隻蟑蟲來開始 好這邊溜了一點點的 異化蟲進去 蟑螂進來了 哇 哇我覺得Kroli 他這個開二礦還是太勉強 而且他開二礦又補了這麼多的探測機 現在這個時間打過來非常的危險 整個非常痛苦啊 Kroli現在該怎麼辦 我們剛才講過 這個賽季Kroli跟白今天是第三次相遇 前兩次都是白獲得勝利 所以現在 白是不是要取得第三勝了 感覺是如此 我的媽啊 天啊 這是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有件事情 這什麼事情 聽說你今天預測其實就 而且你還告訴我 很有極大可能是3比0 3比0 對啊看起來好像2比0啊 我預測的沒有錯嘛 是這樣的嗎 不要逃避者而已 我告訴你這些教練現在在門口 他非常的火 不小出來了 但是真不巧 遇到異化蟲就是真不巧 這個就 沒關係 沒關係我相信 現在 現在該怎麼辦 你告訴我像Kroli還有什麼方法 就期待下10年守住賽末點 然後派出線 然後盡量逆轉 這樣子打 哇 對 你這樣講 就是等於告訴我說Kroli已經沒救了 看起來是很危險 因為你可以看到蟲組還有大量 將近40條的異化蟲 雖然說現在是在堅守自己的主礦 但是 等到稍微的魔力用完 直接溜進去礦區的話 所以現在完全都只靠稍微的立場來做防守 來保護這些工兵們 對 對 保護探測機 但其實我是覺得現在擺打得有點躁進 其實他不用 不過還是大優 其實他現在 就鎖住不要讓Kroli開出自己的二礦 然後擺自己的二礦 趕快營運起來 其實就幾乎是穩贏的局面 不過現在他 Kroli現在還能開二礦嗎 都搞成這樣了 我是說擺他讓自己二礦營運起來的話 然後確定不要讓神族開出二礦 你看現在擺他自己其實還是 因為剛剛才太多狹口 是 所以Kroli是很勉強的守住 但是你注意了 Kroli守住 他現在探測機的數量 還比白多了 真的 Kroli現在還有33隻探測機 可是白 因為他27就挺工兵爆兵了 所以我剛剛才說其實白不用打 他剛剛二礦幾乎快 他可以選擇直接把二礦帶走 然後自己慢慢的把二礦 補到滿工兵就可以 打得是稍微照進了一些 因為他想說看起來他好像快 稍微快沒救 所以我就乾脆給他置命一擊 可是沒想到 現在似乎沒有一波帶走耶 對 你看這個 白損失的軍隊單位高達120隻 是 所以 不過其實現在白 真的還是優勢啦 因為 現在白只要注意 補一點蟑螂補一點衣服 感覺還是可以帶走Kroli 哇 現在這個蟑螂總共有11隻喔 對 加上後面幾隻就總共是14隻了 總共有14隻的蟑螂 所以沒有不朽者也是感到非常的痛苦 對 現在Kroli是沒有任何不朽者 只有四隻狂戰士 還有剩下全部都是探測機的 所以 這時候就要看Kroli 到底能不能畫虎朽為神級 來逆轉局勢了 是比較難一些 因為這蟑螂的數量實在是有一點多 看了太多了喔 嗯 哇 他現在躲在邊邊角的地方喔 盡量讓光炮打不到來 把這個機械造航打掉就沒有任何壓力 你就不會有不朽了 對 就是因為 不朽其實在1.4.0改版之後 很多神族都非常喜歡用 因為不朽感覺整個就是威了起來 對 多了距離 射程整個加一差非常的多 是 所以現在 我們看一下就是 白天他的蟑螂 他也在找比較好的進攻地點 對不對 現在又來一波一話說 這個包夾直接包住 好痛苦 這個還是不行喔 這 這 這 現在還能做什麼 只能說連續兩場鋼鐵人的選手 選擇的戰術都相當的正確 而且精準 我覺得只能說 鋼鐵人的選手 就是得到了神秘的幫助 徐子雄的選手突然感到手 很重 很重 頭痛 不適 想吐噁心 是人家認真啦 有選這個漂亮的戰術 我們不要亂鞠躬好不好 好 是 這裡真的是 哇 拉座全部的探測機 要跟你決一死戰了 好的 那 辛苦Kawley了 也是撐很久了 真的 真的 我們要為Kawley 局長就是 非常尊敬的一鞠躬喔 因為 他其實算是真的一直在死守喔 來 Kawley大座的聚聚 由 樂神鋼鐵人 BYE 又取得了 第二場比賽的勝利喔 所以現在 樂神鋼鐵人對上橘子雄 已經是 2比0的領先了 哇 對於剛才 就是橘子雄 現在 落後兩分 對 這兩場比賽 如此的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你有什麼看法 呃 我覺得 鋼鐵人前兩棒打得 非常的精彩 這個戰術選擇的精確度 幾乎已經 跟這個韓國職業選手 我認為是不相上下了 但是下一半 我覺得還是很有機會 好 那我們就要謝謝九妹帶來的簡短的講評 那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再回到我們比賽的現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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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